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统文化的魅力 再次掌声欢迎大家 首先也欢迎我对面的小伙伴们 欢迎王春阳 周培妍 欢迎刘昭 孙超 欢迎吴南妍 王志博 那今天我们就用喜剧的方式 打开怎样的话题呢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相处之道 可能有人说想相处挺容易的 你了解对方的性格 对吧 这样不就好相处吗 其实也不尽然 比如说家庭当中 对吧 家庭成员互相性格都特别的了解 但是好相处吗 有些时候也不好相处 为什么 性格都了解了 但是太熟了 天天在一块生活 谁也不让着谁 有的时候也相处不好 家庭成员之间想相处好 了解对方脾气 你顺着他说 你让着点他就没事 你像比如说 我父亲 他其实就是脾气大 什么事沾火就着 你顺着他 你别跟他屌 你顺着他 有时你就有好结果 我记得那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想买一摩托车 告诉我爸 我爸我想买一辆摩托车 我爸当时腾火就上来了 买摩托车 知道吗 上星期 你表哥 骑摩托车 摔断三根肋骨 人带不出了 半年下不了地 你还买摩托车 完了 一听这话 当时我怂了 我说对不起爸爸 我错了 我不买摩托车了 这就对了 不买是对的 骑你哥那辆 你看你顺着他说 总有好的结果 说到这个相处之道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 就深谙相处之道 为什么 他在演员当中 人缘特别的好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嘉宾 出品著名演员 白红彪老师 有请 好 来 欢迎白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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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体前的各位 这个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给大家祝新年快乐 各位身体健康 听着这口音很亲切 您是天津人吗 这张口就来天津话 我不是天津人 我是石家壮人 因为但是生活的环境 打小就是棉房肠嘛 因为那个五几年 很多咱们天津的 就是一些棉房肠的故事 就到了这个石家壮 所以我们打小 托儿所有幼儿园 整个生活的环境 语言 加上吃的东西 都基本上跟天津都借轨了 所以现在我回去 跟同学们也好 跟朋友们也好 还是爱说天津话 爱说天津话 那应该说您就得算是 半个天津人了吧 算半个天津人 家里头就有天津人是吧 对对对 现在也算是半个天津姑爷吧 怎么叫 那叫整个天津姑爷 半个天津人 半个天津人 天津姑爷 整个天津姑爷 好吧 那这个白老师您看 刚介绍您是石家壮人 但是从小有天津的语言环境 而且我们知道 在您的一部戏当中 叫双龙会 那当中是全程用天津话 那个戏是这样 它是远大前程的一个翻外片 跟刘浩然拍的 当时让我演这个 就属于帮会的这么一个 算是一个军师吧 帮着里边一个人物 但是呢 他写的是天津监狱 开始的时候 倒没有要求说 你要用天津话说 他说你导口行 但是 刘浩哥最好 咱们党子要正 特别正规 特别别让人听的感觉 就是那种 别绊不愣愣的 别那十个浪差几毛 咱们愣冲大一巴拉 这不行 对 都不像天津话 后来我就开始跟他对话 一直用天津话说 那行了 你用天津话说 还算比较成功吧 还算比较成功 我们这样 我们有一个片段 这个咱们看看 白老师在当中 怎么演绎的天津话 好不好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你眼魔兄弟 少魔小弟 回国海河保名城 我都要问问你 想要什么 我命就在这儿 你想要 你拿走 你的命 你算吗 你们就是一个臭臭 你能跟海河榜的名声比吗 真好 真好 我问问老吴 老吴虽然不是天津人 但天津话说也特别好 你觉得这天津话说的像雪 一点都不像 不像 特别像我们门口那卖羊杂的 那有门儿不高 你一个豪目 对 就是一听就是特别生活化的天津话 对 特别生活化 对 白老师我听说您这个演戏是半路出家 但是您的表演其实特别的扎实 还确实有很多的导演 我爱用课班出身的 我算幸运吧 刚才您提到这导演 就是我拍征服的导演 也是我们河北级石家庄 高群叔导演 我算是真是无打无撞 进了这行 当然了 咱不排斥就说上大学 去正规的这样的几年的这种培养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演戏还是要走心 你走心了才能出来更真诚的东西 得有精力 对 你有精力 有阅历 你再去实演一些角色 绝对都是生活的积累 我觉得演戏还是两个字真诚 真诚 但是还有一点 我觉得天赋 天赋 对 老天爷赏你这口饭 您就吃着 您看了当年这个征服里面 这个韩元平这个角色 说实话 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害怕的 这角色还挺深入人心 别说20年 这剧当年是真的很经典 整20年 对 我小的时候看觉得 哎呦天 真的挺害怕的 那您觉得当时啊 就是这个高导师看到您哪一点 就是很适合这个角色 其实在这部戏之前 我是刚刚那个 接触了这个表演 我们叫跑组 把我的简历拿去 您好导演 我是谁谁 给个机会 那时候都没有手机 就是留个BB记号什么的 但是那时候跑组 正好跑到了高导类主 那个是叫真相之报仇 应该是 这个角色演成完之后 第二年 又是去 还到了 还是敲门阶段 当时征服不叫征服 叫追捕 可是我那时候简历呢 上面有一些作品了 哎 那副导演一看 你跟高导合作过 说这个戏就是高导弄的 嗯 说我们跟高导说吧 嗯 这样来讲 我就跟高导联系 我说哥你看看 嗯 能不能 他说你去了 我说啊 他说决策都给你定了 嘿 哪天呢 你来一趟 我给你聊一聊 他聊第一次就是 你能把头染黄吗 我说 行啊 嗯 就染呗 染了啊 其实那个时候的 瓢染技术 真的不像 没有那么好 太痛苦了 嗯 那个黄头 是先你瓢 嗯 头皮啊 然后再黄 再白 挺受罪的 嗯 所以就是人家导演 给你机会 就咱征服力那句话 你给机会得中用啊 嗯 再加上确实喜欢这东西 嗯 我觉得干什么事 你要不喜欢的 嗯 没有兴趣的 没有意思 那您看啊 这个孙宏雷啊 这个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啊 这个 本身这个人气场就很大啊 那您站在他旁边 这个演这个戏 会不会感觉到特别有压力 那几个有几个演员 他们真的挺紧张 嗯 比如李一祥 演强 演那个金宝那个 我没有啊 嗯 一直到一带萧雄那会儿 嗯 有的演员说 哎呀 我跟孙宏雷 我说你为什么要紧张 我觉得还得自信 嗯 而且我俩见面 王后高导说 这白公标 嗯 孙宏雷笑 嗯 看出来了 应该是韩月平吧 嘿 应该演韩月平吧 非常符合成功特色 每个劲儿 所以 我觉得没必要紧张 还是那句话 你得自信 嗯 比如这个戏 说老师 您再大的腕 需要打一大嘴巴 嗯 我打您 也得下得去手 那我得跟您商量 哦 您要不要 嗯 不改是吧 要不要 不是 您要不要改 哦 您要不改 那就大嘴巴打 哦 我以为这拿手 您要不要 要不要 这个 因为有的人吧 可能会调整一下剧本 这个戏 这不舒服 就这么严密 不是 就是这样不舒服 那你 我听导演 哦 那如果这个戏里 就需要给你嘴巴 嗯 您说怎么着 嗯 哎 这个白老师 我觉得 我跟您又学了一首 你看我们今天 这个主题叫相处之道啊 我觉得白老师 刚才说这个话 就特别的艺术 就是 比如这里有打戏 要打这个主演 你不能说 我要不要打你 人家说 这您要不要改一改 要不要改一改 哎 我觉得这真的是 语言的艺术啊 相处之道 沟通技巧 对 你说我 这大嘴巴 您要不要我打你 这怎么问人家 都没法回答 这个白老师 其实不光当演员 还身兼素职 就您还兼着 这个副导演的这职务 而且我还听说啊 您有一次 还把您老父亲 给请到剧组 让他客串了一个角色 把称呼吁玩 啊 因为当时剧组 确实条件 经济比较那个什么 老爷子还真是两条 嗯 嘿 拿下 呵 最有意思的是 后来也不知道听谁说 嗯 说有台词的给钱 等我过年回去 非要五百块钱 我说没有 嗯 不对 我说有台词的 最少的五百 嘿 我说爸 我给你买平茅台 你怎么也得够了 哈哈 而且更关键的 就是白老师 这人缘好 还有一手 就是跟白老师交朋友 你总能吃着好吃的 哦 我还喜欢做饭 爱做饭 在宿里也做 嗯 这可比盒饭好吃多 对 那肯定的 因为当时我们 在大礼拍戏 张艺那时候是 节食 嗯 没想到我去那 快破房了 我这一年 我俩撒没了 三个包都没有 嘿 走 哥太好吃了 吃完再见 对 吃完再见 吃完再见 白老师 你看相处之道 绝招拿出来了 这就是能做好吃的 而且我们现场 还有两位啊 是白老师 特别好的朋友 今天啊 先让你们过过随隐 你们要 把你们和白老师之间的关系 比喻成一道菜 我比喻成涮羊肉 涮羊肉 因为我跟彪哥 头一回见面啊 去时装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一个涮羊肉 叫精韵暴赌涮肉法 挺好 有汤有水 就是呼呼 嗯 就是 而且那家饭店 做得特别好 是是 我们将来都去 花钱吗 去你那 那得看谁去 是 我去那肯定得花钱 我都没想 我不去 行不行 行吧 不是哥 你去不光是花钱 你得给彪哥那份都结了 白老师跟刘钊相似 因为踢足球 是吧 对 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踢球 然后呢 现在在这个北京明星联队 呃 钊 把你和白老师之间的关系 比喻成一道菜 爬肉条 有 爬肉条 有这个吧 特别好 我拿彪哥 为什么比喻成这道菜 色香味俱全 而且还有一点 有吃到嘴里啊 这道菜 它琢实 形容彪哥这人实实在在 哎 他主要那个 还有一点 汁 对 那个勾的那个芡汁啊 我比较芡 那个跟你没关系 不是 你芡也好 还是我芡也好 但是那勾芡的浓浓的那东西 嗯 把他俩的感觉都沾在一起 哦 哦 您就是那个芡 对 这个还是那芡啊 对对对 看来这二位跟这个白老师 这感情都特别深 这两个比喻也特别的恰等 那这个白老师您看 刚刚聊到了征服啊 在这之后 这一代枭雄 应该是十年之后跟孙红雷的又一次合作 这个得感谢红雷 因为当时呢 他是这个戏的艺术总监 嗯 他要求是要回去 所谓的试戏 调演员听说非常严格 因为当时我在上海 在拍一个电影 嗯 确实走不开 但是制片方跟导演就说 说我们都看过 你跟白龙标的这种这种这种戏 说既然推荐他了 没问题 但是呢 我进到组里 红雷就说 你没有试戏 咱们举贤 举贤不比亲 对 一周之内 如果我们 老吴不是我们想象的你那种 那我们还要调整人 确实那个戏 呃 将近90天吧 确实那个戏 挺 挺挺费神的 嗯 确实老吴这角色呢 也 呃 没让大家失望 当时也是提名了这个 第27届金鹰奖的最佳男演员 是吧 这个对您这个表演生涯来说 也是一个里程碑吧 我没想到 嗯 我是不可能嘛 说是真的 反正到最后 没有拿奖也无所谓的 我觉得自己 评委会起码对我 也是演老吴这个角色 给予一个肯定的 认可 对 我觉得将近 呃 小20年 呃 呃 呃 这个 对这个专业的喜欢 能够得到 就属于 官方的认可 嗯 啊 别人就说啊 我喜欢你 我非常专业的官方认可 对专业官方认可的话 我觉得就很欺慰了 嗯 当然盼望着 能有一天去拿上那个奖 没问题 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啊 这个 这个 到那时候 我们还得隆重再请您 做一期节目啊 哎呀 那个时候长期的问题就 哎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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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确实一步一步走来 大家对于白老师的演技 是非常认可的啊 那这样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 白老师这个演技 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一个 小小的一个互动啊 呃 比如说就是一句 简单的台词 知道我是谁吗 呃 白老师 您能不能用 不同的人物的形象 来演绎出来 呃 我们先来一个恶霸的形象 知道我是谁吗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这一句话 一般大家看到的这种恶霸 演的就是这种 你知道我是谁吧 啊 就是 就是 我不是说他不对 嗯 但是太脸谱了 啊 因为你要说知道我是谁吗 你得根据环境不一样 比如咱俩 嗯 你是跟我什么样一个仇 嗯 我可以看着你 嗯 对吧 嗯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哦 无怒自威 就很多 对 你可以加一个动作就是 哎 比如这种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您白红掉 他是 他是 就是 你飞药群的眼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哎呦 我这 他也是一种表演 鸡皮疙瘩都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走心吧 嗯 因为环境不一样 咱们可能谈的事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就是表演这种压迫感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恶霸不一样了啊 嗯 小晕晕说这句话是什么样的 晕晕 哎 有手好前的小晕晕 嗯 有很多种 嗯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哦 呼加虎威 嗯 就眼睛还得瞟着我啊 这是老大 然后这边是跟着的 哦 小跟班 跟恶霸不一样了 哎 这小晕晕就得借着点晕 对 借着点晕 明白了 我们这样 这个接下来再对你有个挑战啊 刚刚演这都是反派的对吧 您给我们演个正面人物要说这句话是什么样的 那好人说这话 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 嗯 您知道我是谁吗 我走错门了啊 哈哈 您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您 我是那个今天来这儿报名 哦 我叫白红彪哦 您看这工作适不适合我 哦 简历您先放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好好 慢点啊 哎 哎 我这一下我觉得真成一样 马上这白老师的位置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你已经被大众戏了 嗯 其实最主要的你感觉到什么变化啊 眼神 对 你的眼睛一定要看着这一方 啊 对 而且近距离的和白老师交流 我忽然发现白老师刚一乐 那小酒窝还挺可爱的 对 哈哈 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白老师之前的作品啊 也看到了白老师精湛的演技啊 您在这个圈里还有这么一个绰号 说您是拼命三郎 这拍戏的时候特别拼 这个演员嘛 嗯 吃的是这碗饭 嗯 是 工作嘛 嗯 但是他也是一个高危 嗯 你比如说我拍雪豹的时候 09年 嗯 北京最大的雪 那真是冻的 嗯 拿着那个那个道具枪 那真是沾 沾往下沾皮 嗯 你萧雄也是一样 萧雄那种危险性 大家有一个镜头 嗯 我开着车 红雷在外面拿着枪扫射 那松雷就相信我 说这车就只有你开 嗯 但是红雷在外面站着 武行把他拿着东西 嗯 拿着那个丝带绑着 嗯 我那车一兜大了 那就直接就扔出去了 嗯 所以这种 你不拼有时候也不行 对 那您拍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 比较危险的一些经历吗 我演过一个戏 跟丁九代老师 嗯 当时叫保密局强盛 那时候那个戏在天宁拍了 有半年 你地面的 嗯 就那一下 你不喊 都赶紧有兄弟过来抱你一下 嗯 就这种这种性质 嗯 反正都挺多 这当时在那调了多长时间 我拍那戏还得浇冷水 啊 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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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了解到 这个高危的 对这个影视行业背后这种 不光是辛苦 其实还是有危险的啊 今天跟白老师聊这么多 我觉得确实做演员很辛苦啊 对 当然你看白老师今天在现场有朋友啊 陪演以后啊 注意啊白老师以后再拍这个 这个危险的戏 吊尾雅的戏 扇嘴巴的戏 提前摔羊肉都准备好了 今天我觉得你现场没有摔羊肉 这个相声是准备好了的吧 那接下来 先给白老师咱来一段好不好 接下来舞台交给王春阳 周培言两位有请 谢谢啊 感谢您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嗯 我们俩呢 给大伙说相声之前呢 要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咱们认识认识 我呢叫王春阳 没错 他呢叫周培言 是我 我们俩呢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没错 一提到相声这个词 大伙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这个相声是喜闻乐见的曲艺行驶之一 这是 以说为主 嗯 聊天的艺术 但是呢像我们相声演员 嗯 网台上一站 也有自己的规矩 有什么规矩呢 提前啊 要做好一些准备 首先呢 怎么着 要准备好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些道具 是 比方说啊 道具都有什么呢 什么呀 就我这个跟前是这张桌子 啊 这个桌子上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是我们要用的道具 对 这样干说也没意思 怎么着 大伙也没个认知 嗯 我把这些道具呢 一样一样呢 都给大伙介绍一下 那您给讲一讲 好不好 好啊 先说这个我们俩跟前 离他近一点 嗯 这张桌子 嗯 桌子 对啊 对不对 对 咱们普通人管他就叫桌子 是 当然了 我是一个职业的相声演员 啊 非常的专业 对 啊 我们有自己的术语 嗯 我们叫行话 没错 哎 普通人管他叫桌子 啊 可是要是用我们这种专业的相声演 术语啊 管他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术语管他 这个 嗯 叫什么 厂面桌 哎 叫厂面桌 大伙记一下啊 这是一个点 厂面桌 卷起来到时候会考到 嗯 厂面桌 咱们先不说这个桌子 嗯 哎 拿起这个 扇子 你看 你看 普通人管他叫扇子 扇子 大伙都管他叫扇子 认识不认识 扇子 都认识 知道吧 扇子啊 但是我是一个专业的相人 嗯 我们有术语 哎 我们这个术语呢 就不管他叫扇子了 对 哎 管他 术语管他叫什么 叫这个 那个 折叶子 哎 折叶子 根据啊 不同的这个情景啊 当不同的这个兵器所用 咱把这个扇子放下 再拿起这个东西 手绢 你看你看你看 叫手绢 嗯 当然这是普通人啊 就是大伙普通人的叫法 我是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有术语啊 对 哎 就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呢 就不管他叫这个手绢 嗯 我们这个术语管他 嗯 福子 对 叫福子 叫福子 哎 有时候变魔术呢 也会用这个东西正反交代吗 叫福子 啊 把这个手绢呢 放到这个桌子上 咱们拿起这个小木头 小木头 这是普通人的叫法 对不对 很普通 普通不普通 普通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叫法 当然了我们是专业的相声演员 我很专业呀 我们有术语 我们的术语啊 不管他叫小木头 嗯 管他叫什么呢 叫这个 这个 你要是一样都不认识 咱就别介绍了 啊 拿起一个来没一个认识 啊 我不是怕大伙不知道吗 我看你也不知道 谁不知道 你就是大伙了 怎么了 就这个东西我能不知道吗 你知道你说呀 诶 你觉得我不敢说吗 你敢你说呀 我给你个机会 让你先说 我不要这个机会 好好好 好逼我是吧 行行行 我告诉你 这个术语叫什么 叫什么 叫醒目 对不对 对了 啊 蒙的 可能是蒙的吗 那你问我 我能不知道他 醒目 对不对 对对 醒目 我个人认为这个醒目 没有可乐好喝 这都什么破包袱 我个人爱喝每年的啊 你知道 有什么乱七八八 就是给大伙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要准备的道具 第二点要准备的 准备什么 很重要了 什么呀 要准备好自己的心态 这是 因为呢你作为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 看出来你很专业 非常的专业 要有自己的基本素养 那是 因为演员呢你往台上一站 就要开始给大伙演出 服务于观众 对呀 你在台下心情多不好 都不能带到台上 那肯定是 这是一个专业演员的要求 基本素质 就拿我打比方 我往这一站 你 你能感觉到我心情不好吗 没感觉到 你能看出来 我不痛快吗 你看不出来 你能瞧出来我烦吗 很明显 啊 我刚才这个烦躁这么的明显吗 你这何止是烦躁啊 你这是狂躁 不可能吧 太可能了 哇呀呀呀 干嘛要唱戏呀要 唱戏干嘛呀 那你这干嘛呢跟这儿啊 你怎么了 还怎么了 气死我 这生什么气啊 哼 就昨天晚上 怎么了 就昨天晚上 什么事儿 我在家 嗯 熬夜 嗯 写咱俩的新节目 是啊 哎 我憋了一宿 嗯 一个字都没憋出来 没憋出来 那不刚好一宿 哎呦这一宿给我憋的呀 天上海凉给我憋的呀 那你上厕所了 哎呦 这是上厕所的事吗 你不是跟你憋的吗 听不明白 憋灵感 灵感憋不出来 憋的我 我都跟憋似的 你知道憋死了我了 那灵感是憋出来 哎呦给我烦的啊 我正烦着呢 嗯 我一看表 怎么了 早上六点多了 我天都亮了 哎呦烦死我了 这一宿六点多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该睡觉了呗 睡什么睡 睡什么睡 六点多还不睡觉 这一宿都给我写饿了 你写了吗 你管我呢 反正我饿了 饿了吃去啊 对吃去 吃完早点我得睡觉 对啊 哎 我就去吃早点 去吧 别给我提吃早点呀 喊什么呀你 为什么要提吃早点呢 那不是你提的吗 我提的 吃早点怎么了 我提的也不许提 吃早点给我气着了 怎么了呀 怎么了 我上我们家对面 有个早点天 我去了 我老去呢 我老去 到那儿呢 我跟网上一样 我买了一碗豆浆 我就坐那儿 刚要喝这豆浆 喝呗 我这要喝着呢 我这对面又坐一人 我抬头一看 我认识 认识 我朋友 我一把兄弟 那不挺好吗 我一看他来吃早点 给我烦罪 这烦什么 凭什么我吃早点 他也得学我吃早点 这谁学你了 你吃早点 就不让人吃早点 不是 你俩正好一块吃呗 你不明白 我不能跟他一块吃呀 这有什么不能的 你琢磨 我俩坐这一块吃的早点 嗯 他也点了一碗豆浆 嗯嗯 我也点了一碗豆浆 嗯 一会儿我这碗豆浆 要是先喝完了 他那碗豆浆的钱 我是不是得给劫了呀 唉呦呦 一碗豆浆 你吃当的嘛 干嘛呀 你就给人劫了不完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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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要变意 变什么意啊 那你给人劫了不完了 你说了道隆闻 啊 我给他劫了 那怎么了 我就带了一碗豆浆的钱 一块二 出门兜出装一块二 你管的好吗 那你就别结 干嘛又变一回 我不结 我们俩是把兄弟 你还知道啊 我不结显得我多小气 那你怎么着 各结各的 你变三回了 那你怎么着 我们俩什么交情 我们俩把兄弟 就我们俩这个情谊 这要传出去 人嘴两张皮 有个会说不会听的 我得顾全这个 这咱也不知道 是哪个节目 你说我怎么办 这豆浆我还怎么喝 怎么办 我有主意了 怎么着呀 就得看谁喝的 快慢的问题 你琢磨呀 我要喝的慢点 他先喝完 这碗豆浆 不就他给结了 我竟算这个账 那你就慢点喝 慢点 我这慢慢正喝着豆浆 抬头一看 怎么了 给我气着了 怎么了 他一看我喝的吗 他比我喝的还闷 那比你还抠呢 给我气的 他小嘴儿抿着喝 喝行 我拿舌头点着喝 这俩人呢 我们俩从早上六点 一直耗到下午一点 我俩正在那耗着 这两碗豆浆是眼瞅着 越喝越多 这怎么还能越喝越多呢 我俩是边喝边吐 都出了梦 真 跟扎皮 别行 正耗着 老板过来了 说什么 行 二位 差不多行了 起 这样 这两碗豆浆 我付了 我结了 我请了 行吗 我耗不过了 真的 二位真行 我早上五点半出台 现在下午一点了 你俩还喝着呢 至于的吗 哎呦好家伙 你看你俩这喝豆浆 就一会你俩用这碗 我一会都得扔了 我跟你说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走吧走吧 我收单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一个卖早点的 他敢轰我 行行行 轰我 跟我较劲啊 你就应该让人轰出去 较劲啊 我难为难为 你怎么难为他呀 我要走之前 别看我没给钱啊 老板 干嘛 拿根牙签 找人要牙签 喝豆浆要牙签 喝豆浆塞牙了 豆浆什么能塞牙呀 怎么了 我乐意塞 老板一看啊 我不开心了 老板对我还真客气 怎么说的呀 滚 是对你真客气 他居然敢骂我 你知道吗 早就该骂你了 我走了 走吧 回家睡觉去吧 气死我了 这生什么气 回家我刚躺下 我跟我媳妇说 我说媳妇 我那下午五点 我有录像 你呢 一会记着给我叫起来 别把录像给我当过 我躺就睡 我躺下 睡得张张的 我媳妇就扒了我 哎 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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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起了你赶紧起来吧 我迷迷糊糊揉开眼 我一看这表才四点五十 当时我这个火 当我就气过 这生不气 你要疯你 你有病啊 我让你几点叫我 五点叫我 现在才四点五十 我早上喝碗豆浆 老板都气我 你现在干嘛呀 诚心气我 哎呀 你媳妇这不让你早起 十分钟收拾收拾吗 我不用你劝 你说我起不起 你想起就起 不想起再睡会儿 哎 你看 我媳妇说了 你想起就起 不想起再睡会儿 哎 说你媳妇怎么跟我说的一样 一样吗 一样 巧了 巧了 敢巧了 敢巧吗 敢巧了 我一看 我起来不 起来 洗脸 我正洗着脸 我媳妇到洗手间门口啊 叫我 哎哎哎 正阳 饭做好了 你赶紧吃两口 我一听说这话 我当时我那伙 他我就起来 你要疯你 你有病吗 我这正洗脸呢 我洗着脸 你又喊我吃饭去 刚才 你叫我起来 早起十分钟 你就气我 现在干嘛呀 重新气我 哎呀 你媳妇这不是怕 你晚上录节目饿吗 不用你劝 哎 啊 你说我吃不吃 你想吃 你就吃两口 不想吃 你就放那 我媳妇说了 你想吃就吃两口 你不想吃 你就放那 不是 你媳妇怎么又跟我说的一样 巧了 又巧了 敢巧吗 巧了 巧了 喂 昨晚问 洗完脸也没事 时间还早着呢 嗯 我吃两口 你吃吧 吃两口 嗯 我端你这碗 刚要扒了这饭要吃 嗯 我媳妇呢 端杯茶可就过来了 来 重央你喝口茶 先别吃饭 你喝口茶 我一听说这话 我当时那个火啊 汤狼 我就起 你要疯呢 你有病呢 不是 你干嘛 你对我这样啊 你都对我两回了 不是 我就说呀 我这要吃饭了 你又让我喝茶 我吃 我喝呀 啊 这不是诚心气我吗 哎 你媳妇 啊 诚心气我吗 诚心气我吗 哎 你说我喝不喝 喝不喝呀 我喝 我不喝 看见吗 看见吗 大伙 该找我们两口子打架 我媳妇啊 把身转过去 一背手不理我了 当时 不是 你媳妇怎么老跟我一样 谁跟你一样 不敢巧 巧了吗 巧了吗 又巧了 你别着急 你说哥 我这个我喝不喝 你 说呀 喝不喝 不是 我先问你 啊 怎么着 你媳妇这回还跟我一样不一样 那不一样 还能回我影不一样 她要再跟我一样 我可拿这扇子给你歇台底下去 你放心 绝对不一样 你就说我喝不喝 那你就喝两口 我媳妇啊 哎 哎不是那个 我媳妇没说话 她也怕黑打 我儿子说话了 爸爸你喝两口 我去你这个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真不激情的呀 大眼睛 涮一瓶 大眼睛涮一瓶 好啊 你看我爸一听 他爸这么说 就说那个大眼睛涮一瓶的话 也得是啊 哎 高鼻梁大嘴 高鼻梁大嘴 哎 我姑姑说 那大嘴不成啊 那也得大耳朵山风耳 真不错 找一大象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你看不出我来吗 怎么着 我啊 大款 哎 我们家的钱一瓶一瓶在那扔着 哎呦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们家的钱也一瓶一瓶的味儿都晒着 照你这么说 这一百块钱我白送你了 黄瓜我不要了 哎呦 要这么说的话 我这一吃黄瓜我全推你们家去 啊 我再给你二百五 哎 我发现那家特别棒的口味儿的 所以呢就把他们招了起来了 都来啊 都来都来 今儿表哥请客 吃完了啊 喝完了高高兴兴 多好啊 哎 我让他们哎哎 我没哎 我让他们哎 明白吗 下次再组织吃饭 您得花钱 知道了吗 明白了兄弟 明白了吧 下次我就不组织吃饭了 哎 嗨